好,各位同學看Cphysics,960第四十一條 The activity of a radioactive isotope falls to 1.16 of its initial value in one hour Find the half-life of the isotope 好,這個就說,那個Activity,這個A 我叫A-Lot,Initially 這個Radioactive iso圖,Activity,是跌到Initial value的十六份一 這個A-Lot,這個A 那應該是什麼呢?它最後是A等於十六份一的A-Lot OK,In one hour,一個小時裡面 然後又問你Half-Life是多少 Half-Life main來的,Half-Life其實就是一個時間來的 OK,經過了這個時間之後 那隻的Radio isotope,它的Activity就會剩下一半了 OK,這個Half-Life前的一半 經過了一個Half-Life之後,它就會剩下一半 就是這樣,OK 那現在就是說,經過一個小時 那它的Activity就剩下十六份一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的Half-Life多少呢? 其實我們可以計算了 可以數一下,數是我們由A-Lot 原先A-Lot開始 那究竟它經過多少個Half-Life呢? 它就會變成現在所謂的A這麼多的Activity 好,那Initally是A-Lot開始 那經過一個Half-Life之後呢 它會變成二份一個A-Lot 就是剩下一半 OK,那所以啦 跟著我們經過第二次Half-Life呢 會剩下這個二份一A-Lot的二份一 OK,那就是二份一再乘二份 其實是四份一 OK,再經過多一次呢 就是八份一了 OK,那你會發現呢 咦,其實 其實是什麼? 其實是2的次方來的 OK,是1 over 2的2次 1 over 2的3次 再來的就是1 over 2的4次 OK,那就是什麼? 那就是16了 OK,那其實就是什麼? 我們怎樣去找到Half-Life呢? 其實就是可以看看這個次方 OK,這個就是經過一次啦 4次Half-Life,那我們就會得到16份1個A-Lot OK,16份1個A-Lot 好,所以啦 原來1小時裡面是經過了4次Half-Life 哦,那就是1次Half-Life多久呢? 就是1小時60分鐘除4 就是15分鐘的意思 OK,所以答案就是多了